斩破刀的刀兽受到传销投资村镇的蛊惑 集体潜逃了 如果想重新拥有斩破刀 死神们必须要亲手降服自己的刀兽 让他们再次心甘情愿地为自己驱使 一护追逐着一股熟悉的灵牙 却发现追来追去 灵牙的感觉越来越弱 最终在夜空中消失了 在科学怪人聂简丽的研究院 正在演绎一场斩破刀与主人相爱相杀的狗血剧 战败的五行头被送到了聂简丽的研究院 聂简丽表示 如果想深入研究斩破刀刀兽 不如切开看看 大前天不干了 你有什么资格切我斩破刀啊 你把它切了我怎么办啊 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斩破刀用了吗 但是聂简丽一脸鄙视地看着大前天 人家都是主人战胜了刀兽以后 斩破刀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你这种被别人战胜的 刀兽是不可能恢复的 要是不切五行头也行 那就把大前天开膛破腹 看看里面是什么结构吧 大前天连连摆手说 死道友不死贫道 你还是切五行头吧 五行头很委屈 但是五行头没法说 真是弱小可怜又无助啊 小桃和乱局抓住了自己的斩破刀 他俩头昏脑胀地将刀兽放在了球车笼子里 感觉身体被掏空 灰猫跟肥梅实在太能锅躁了 已经持续两极了 他俩的嘴就没停过 这两个女人就是一千只鸭子 好不容易把两个麻烦送走了 小桃和乱局打算赶紧帮助其他人收复斩破刀 不料跟医护撞到了一起 好在乱局自备安全气囊 简正优秀所以没有摔伤 医护告诉乱局 小白跟冰龙丸恢复了柔情秘义 中间根本插不进去旁人了 老母亲乱局也终于安心了 那现在始作俑者的村政到底在哪里呢 话一未落 他们面前的一堵墙居然裂开了 传销头的村政就从里面扑了出来 村政一抬头看到医护 马上进入洗脑状态 开始忽悠医护说 你身上的力量自己都不会用 还是让我来帮你开发超能力吧 医护丝毫不感兴趣 甚至有点讨厌村政 现在他只想保护好身体里的展阅大叔 免得展阅大叔被村政再拽出去晒月亮 不过展阅表示 自己已经看破了红尘 不会再被蛊惑了 这时候村政开始不对劲 两眼流出血泪来 与此同时 医护已经攻击了过来 村政本来是招架不住的 但是千本英居然出现 拦住了医护的攻击 看到白灾的斩破刀 第一次作为敌人在大家面前实解 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 小头的轨道也无法阻挡千本英的攻击 医护提刀冲上去 与千本英缠斗 千本英的花瓣实在太快 细细密密地围绕在医护周围 全方位对他攻击 医护一飞冲天 使出月牙天冲 但是千本英瞬间分散 让医护找不到攻击的对象 千本英的移动速度 一点不比医护慢 直接跳到医护背后攻击 漫天的樱花一下下逼迫医护 一步步后退 一番战斗产生的巨大零压 让远在树林中押送球车的人都有感觉 大家一时间愣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神秘人冲了过来 把死神们全都干掉了 灰猫和飞煤被救了出来 战场上的人对此毫无感觉 战斗还在继续 医护是越强越强的人 上次跟白灾的战斗 医护还意犹未尽呢 这次能跟千本英战斗 也是求之不得 一招月牙天冲使得出神入化 强大的灵力 逼近千本英的粉丝花瓣 两者发生对撞 医护发力 居然将千本英逼退了 剧烈的爆炸后 两人都气喘吁吁 千本英意识到医护的厉害 直接启动万劫 数以亿万计的千本英刀刃 围绕成球形将医护包围 全方位无死角地砍向医护 一阵光芒过后 医护却毫发无伤地站在樱花瓣中央 不过 他的脸上再次戴上了虚的面具 这是医护叫来了代打呀 千本英再次发动万劫 对虚化的医护全力对撞 斩月的黑红色光芒 迸发出了巨大的灵压 让四周变得一片模糊灰暗 等烟雾消散后 千本英和医护都好好的站在原地 但是医护脸上的面具不见了 看起来 好像千本英略胜一筹 但是他的左眼面具 也被医护打碎了 露出一只黑白分明的眼睛 好好的男孩子长这么帅 偏偏要故弄玄虚地戴个面具装裤 医护快点把千本英的面具全都打碎吧 被打碎面具的千本英 就跟被摘了面纱的大姑娘一样 有点恼羞成怒 他拿起刀 要好好制裁医护这个臭流氓 可在他刚举起刀的一刹那 一个强有力的手将他拽住了 是千本英的主人 朽木白灾 原本心高气傲 拽得不得了的千本英 一看到主人 气焰立刻熄灭了 委委屈屈地把手放下 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 医护本来以为救兵到了 开心地跟白灾攀谈 哎呀对不起啊 跟你的斩包刀打了一场 但是我大白并不打算跟医护解释什么 举起手 用轨道炸向医护 白灾的轨道可比小桃的灵力太多了 不愧是我们大家的男神 白灾告诉医护 不准跟村政刀剑相想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大白居然会为别的男人求情 天下红雨了 还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 医护更是一脸懵逼地问大白 是不是被斩破刀降服了 白灾一脸淡漠 他说 自己这么做 只是遵从本能罢了 这时候村政还不领情呢 反而追问白灾 你的本能是什么呢 白灾破天荒地回答他 说本能就是维护尊严 不受侵犯 医护回到四番队大本营 将这个坏消息告诉其他死神们 炼刺第一个不相信 就算我家队长真的说了这些话 也一定是有苦衷的 可是谁能让强悍的大白有苦衷呢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死神们的情况不乐观 总队长山本老爷子还是下落不明 白灾又叛变了 唯一的慰藉 就是小白的冰龙丸找回来了 可是小白却一直昏迷到现在还没苏醒 这时候 毛之花队长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斩破刀要是被主人以外的人伤害了 就很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这就意味着 死神与斩破刀刀兽的对战是不公平的 死神不敢全力攻击 但是刀兽们却是毫无保留的 恨不到一刀砍死前主任 死神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 莲茨最担心的是 不知道如何对路奇亚说这件事 你大哥叛变了 这话太残忍 莲茨说不出口 福主决定去当这个恶人 当他告诉路奇亚这个消息以后 路奇亚愣了好久 他也不相信兄长有一天会背叛 可是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他也不知道了 刀兽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们聚在一起 本来是打算开个例会 却发现朽木白灾居然出现在他们中间 钱本英说 白灾在关键时刻救了他 灰猫和飞梅也说 在树林里救他俩的神秘人 就是白灾 难道白灾要跟刀兽们一起背叛死神吗 钱本英不相信 他说 白灾要想加入他们 获取他们的信任 就要拿出一点诚意来 比如 把路奇亚的秀白雪杀死 秀白雪一脸懵逼 人在家中做 为什么祸从天上来 结果白灾毫不犹豫就冲了上去 拔刀开始攻击秀白雪 白雪妹妹满腹委屈无处说 只好匆忙迎战 虽然白灾不能使用斩破刀的力量 但是队长就是队长 跟秀白雪对抗的时候 丝毫不拒 游刃有余地躲过秀白雪的各种冰雪攻击 甚至用轨道将秀白雪逼到墙角 秀白雪使解 释放出一个巨大的冰柱 白灾从容不迫地躲避了所有攻击 还用六丈光劳将秀白雪锁住 没有斩破刀的白灾 完全吊打全盛时期的秀白雪 紧接着 白灾一刀毫不犹豫地砍下去 秀白雪就此断裂成两段 再也无法复原 这下把在场的吃瓜刀兽全都镇住了 疯死还想抵抗一下 这人也太狠心了 说砍死就砍死啊 他想冲上去挑战一下大白的耐性 但是被村政拦了下来 村政也对大白刮目相看了 这个男人对自己的欺媚都能下得去手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前本应握着断裂的秀白雪 一脸悲怆 他愤怒地看着大白 发誓早晚要收拾他 你说你是不是别扭地要死 明明喜欢秀白雪 却偏偏让大白去杀他 现在杀死了 你又不愿意 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呢 不过如今的大白 也获得了村政的信任 答应有行动 都带他一起去了 露奇亚跟恋次来到了白灾的办公室 希望可以在里面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恋次却被人叫走了 露奇亚独自一人走进办公室里 坐在白灾的椅子上 感受白灾的内心世界 兄长总是一个人 形单影只 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 可露奇亚就是相信 白灾不会背叛 想着想着 露奇亚就睡着了 当他被一股熟悉的灵牙惊醒 冲击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很多死神 已经七零八落地 晕倒在走廊里了 前面那个强大的男人 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姐夫 白灾 露奇亚走上前 还没来得及问 后面千本英出现 他把断裂的绣白雪带来 丢在地上 露奇亚看到自己的斩破刀 已经碎了 心痛欲绝 可白灾却冷淡地对他说 别再干涉这件事 露奇亚正惊心害神之时 完全没有注意到 旁边的千本英 已经攻击过来了 这时候 恋刺及时出现 挡住了这一刀 恋刺质问白灾 是真的叛变了吗 白灾不置可否 恋刺表明心计 就算是自己最亲爱的队长叛变 自己也会公正不阿地 把他绳之以法 他挥刀攻击白灾 白灾迎战 把恋刺拿捏得稳稳的 与此同时 蛇男和沸沸女 出来帮恋刺扛事了 既然刀兽出场了 那千本英 自然是不能让主人 独自战斗的 三个刀兽冲出去 打成一团 恋刺拦住白灾 两人也开始了生死对决 蛇男和沸沸女 虽然是两个人 但是对付千本英 还是不占上风 他们前后夹击 声东击西 配合无间 可千本英也是九经沙场 散落的滑板 都是刀剑 追着蛇男和沸沸女攻击 这就是精密的追踪导弹 无论你在哪里 都能砍到你 恋刺对付自家队长 那自然是稍微嫩了点 一个个轨道的攻击技能 打向白灾 除了把房顶炸碎之外 完全连白灾的头发丝都碰不到 就连最自信的捆绑 都被白灾给破了 恋刺只能拿着刀 拼命地朝白灾身上砍 想把自己的一枪愤怒 都发泄出去 沸沸女跟蛇男 已经被千本英 打得指挥逃窜了 他们先后逃到了 房子的走廊深处 千本英自然无所畏惧地 追了进去 谁料这俩小妖精有后手 直接万劫 释放出沸沸大炮 巨大的红色炮弹 朝着千本英飞去 一阵巨大的爆炸之后 千本英直接释放了 自己的万劫 粉红色的樱花海洋 将蛇尾丸包裹 与此同时 恋刺也被白灾打败 从房上掉下来 白灾刚想转身离去 却发现刀兽们 几乎清朝出洞了 他们把露西亚和恋刺 团团围住 难道他们二人 今天就要命丧于此吗 突然 无数蒙面死神出现 碎峰带着他的 隐秘机动队赶到了 留在大本营的死神 也到场大半 队长及的都有好几个 一场大战 即将拉开帷幕了 我是黑白 咱们下期见